近日,一周中国军人乘坐列车的消息再次走通网络 据中国军网报道,此次乘坐列车的是陆军第77级段军伯鲁德官兵 此时正是他们完成高原驻训任务返回驻立的日子 这天早上凌晨四五点钟,一群穿戴整齐,作风严谨的子弟兵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候车 伴随着列车的到来,官兵们整理行装,走着整齐的队列向所在的车厢位置前进 列车工作人员讲道,普通旅客上车后一般都是倒毒大碎 而他们则是先把自己的行李安装好,随后开始收拾凌乱的铺位 数分钟后,豆腐块般的被褥放置在列车的铺位上 这个举动让车厢的乘务员很是惊讶 而官兵们却说,虽然不是军备,普通的被子不容易被叠成豆腐块 但只要用心就都一样 到战以后,本以为官兵们会像其他旅客们一样 剩下凌乱的床库拎包走人 但当工作人员再次踏入车厢时 忍不住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个美好的场景 事后,不少网友纷纷为遗典群作风严谨的中国军人点赞 更有人这样说,以后坐火车我也叠个都不快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是否会被网友执行 但可以肯定的是,战士们的形象正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